歡迎收看金明天下 在川普遇刺之後 現在市場認為 他當選美國總統的機率大增 那麼在他遇刺之前 接受了彭博的專訪 當時被問到會不會防禦台灣 他就有提到 台灣搶走了晶片事業 所以他認為說 應該要付保護費才對 那麼川普會不會變成是 台股接下來最大的灰犀牛呢 而事實上在遇刺事件之後 其實川普跟拜登之間的民調 並沒有很顯著的拉開 可以看到川普現在民調 只有領先拜登2% 而拜登要就選情 接下來有可能會打出台灣牌 另外中國的三中全會登場 那麼在這一次 習近平喊出了新的口號 說重提馬克思主義之外 他也說不可食陽不化 不過現在外資撤出中國的情況 可以說是越演越烈 從今年1到6月 外資直接投資中國 年減的幅度已經達到了 將近有三成了 另外在日本的部分 在先前經濟疲弱 也出現了很多的僵尸企業 數量來到了10多年的新高 而現在日本政府 打算讓這些僵尸企業 出現倒閉這樣的情況 反觀在韓國的部分 韓流在全世界的影響力 可以說越來越大 預估到了2030年 整個產業將會達到 6.4兆台幣的一個規模 韓國真的可以靠著 娛樂產業來救經濟嗎 我們在今天節目視訊 為您邀請到政大國關中心 兼任教授湯紹成 大家好 財經專家有庭好 大家晚安 南台科大財經系助理教授 朱岳中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謝成燕 大家好 我們先請到庭好 那麼川普在他議次之前 接受專訪 他有提到 到底會不會保衛台灣 沒有想到他竟然要收保護費 沒錯 其實他對於歐洲的態度 也是一樣 基本上 烏俄戰士這件事情 美國是可以加入 美國是可以出了這件事情 但是北約是必須要負擔 一定程度的國防之處的 對於台灣也一樣 我們一直在圍堵中國市場 如果台灣沒有釋出一些善意的話 為什麼要保護台灣呢 他不能讓大家占美國的便宜 對 所以事實上我們可以觀察到 市場上針對川普 蕩選機率大幅拉升之後的 幾個想像空間 第一個想像空間 那就是地緣政治的緊張 是否會再度引起 對 那地緣政治引起以後 會不會引起適度的通膨 這是第一個觀察的重點 那第二個觀察的重點 是在於 那地緣政治衝突引起以後 對於股票市場 會不會也形成顯著的賣壓 所以他不只是針對 由於通膨引起 債券價格的下跌 也有可能會由於 市場地緣政治風險的衝突 對於股票市場的衝擊 可是你回過頭來看 當時他在17年上任以後 真的有讓美國的通膨失控 真的有讓美國股市 受到嚴重衝擊嗎 其實並沒有的 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看 把川普任期和拜登任期 來進行比較 川普在第一年的通膨 僅僅只有2.13% 第二年18年 他正式發動美中貿易戰 通膨也不過上行到2.4% 那隔了一年到19年通膨關稅戰持續當中 並沒有因此而攀升 反而下滑到了1.81% 到20年由於新冠疫情 甚至已經下滑到1.23% 所以川普任期幾乎是沒有通膨的問題 對 那我們再舉過頭來看 拜登任期當中 每年的通膨表現 2021年一接手就是6.8% 攻擊鏈極狀 緊張 2022年由於拜登的財政刺激 持續的助長通膨 通膨率來到7.1% 23年3.7% 今年現在也不過到3% 你有沒有發現有趣的跡象是 拜登在4年任期 沒有一年比川普任何一年 最高的通膨還要來得低的 就每一年都比川普任何一年 任期來得高 這說明從通膨感受程度來看 好像川普所發動的關稅戰 地緣政治的緊張 並不會引起更進一步的通膨 川普老實說 你說他會引起奪地緣政治的緊張 我是認為不一定會發生 他只是貫徹共和黨的黨綱 認為我既然付出了一些東西 人家就要給我一些回饋 所以這就取決於拜登和川普當中 對於各項政策議題的不同 比如說在氣候議題當中 拜登就認為 他是重視氣候變遷的 要推動他的抗通膨法案 所以他對於中國市場 是屬於一種進合的關係 就是我雖然在科技領域封鎖你 可是我在氣候變遷 我們是可以一起來合作的 可是川普對於這項議題 老實說就沒有特別的在乎 他一直都是很懷疑 氣候變遷這樣的態度 他直接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 所以這樣的一個角度而言 他對於中國的圍堵 就可以更加的成功 再來我們觀察的重點 對於財經面 反而是在稅務層面 因為我們都很清楚 拜登這段時間 他之所以無法成功的向富人徵稅 主要原因是因為 目前民主黨並不是絕對獨屬 他並不容易一次過得了參眾議院 更何況現在在總統大選之前 但是現在市場的民調預估 第一 從總統大選來看 川普是很明顯已經拜登的 勝選機率很高 第二 目前由於參眾議院 部分的換選 都有可能會導致 共和黨最後取得絕對多數 那接下來 他針對富人或者工人稅的 直接減免 很有可能就會刺激到經濟 那雙方唯一有共識的是什麼 是對華政策 拜登對於中國市場來看 他是有他的確定性存在 但是也滿討厭的 因為一直圍堵中國市場 而且在川普的關稅戰 既有的規模底下 針對科技戰來予以前置 但是川普 川普他對華政策 也是很明顯的對立 問題是川普對中國政府來看 有他的不確定性存在 所以對於中國市場來看 可能更偏好拜登一點 川普對於中國的威脅 看起來更大 所以中國更不希望川普當選 對 現在最後的一個差別 就來自於無二戰士的態度 以及對於台灣的態度 拜登的態度 一直都是直接支持民主同盟的 那川普的態度 並不是說完全不支持烏克蘭 而是說如果需要我進行一些 軍事的介入和補助的話 那歐元區 歐盟必須要釋出相對應的代價 就好像對於現在 台灣的態度一樣 我當然這麼努力的保護你 你當然要給予我一些回饋 所以現在唯一的區別在於什麼 就是雙方的政策 其實都有他的論述中心存在 唯一的區別在於 川普說的話 他當時到底有沒有做 我們只要確定他現在說的 跟當時做的有沒有同步 我們就才可以大概遇過 未來四年的龍井了 我們舉例來說 當時在16年川普的競選承諾當中 其中就提到要退出TPP 他有沒有退 第一簽上任他就正式退出TPP了 換句話說 有些政策他執行的是很快的 但是有些政策 他執行遇到了一些自愛難行的步調 所以導致他客取的幅度沒有這麼大 我們舉例來說 當時他為了要打擊中國市場 是不是有客取關稅 有 可是在競選時他喊的口號 是客取45%的關稅 後來有沒有客 有 客了兩成 所以算是達成一半 這是第一個觀察 沒有真的客到45% 沒錯 再來他要把工作機會 顯著的帶回美國 可是他有沒有推出相對應的計畫 有 他當時還扮威脅我們的鴻海 可以到威斯康辛來設廠 結果沒有設廠成功 可是至少簽了一些備忘錄 對不對 再來我們看到 當時設定 認定中國是外匯操縱國 既有龐大長期的人民幣的低匯率 引起更多的出口競爭 當時在剛上任的時候 有沒有把中國直接設定為 外匯操縱國 有 可是問題是沒有懲罰他 所以你大概可以了解到 雖然川普有時候的言論 相對比較極端一點 但是在正式實施的過程當中 也許並沒有想像中 來得這麼極端 換句話說 這一次的川普當選以後 很有可能會依循過去 共和黨建制派的路線 穩中求穩定 用這樣的一個角度 持續的思考 我認為才可能會對於台灣 或者歐洲市場 有一點影響 但是不至於重大的影響 好 再請教廷 這次在共和黨的部分 他們列出了20條的黨綱 核心的承諾 我們特別來看到 其實大概就說 列出了20條的話 非常有川氏的風格 很有川普的一個風格 包括像是經貿平衡 停止外報移民 通膨跟減稅等等的這些議題 沒錯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是要斷定 本輪應該很有可能是在 過去民主黨左派抬頭過高以後 適度的平衡 適度的回饋 現在就是保守派的抬頭 保守派跟自由派 最大的一些社會議題上的差距 您如果是現在在美國社會的話 是有保守派勢力抬頭這樣的情況 對 為什麼呢 因為左派抬頭太久了 有時候會此消彼長 產生一些社會的副作用 我們舉例來說 根據共和黨 他所提出的幾個核心的承諾 很多都是針對美國的內政問題 直指他的解決方案 比如說川普很強調的一項議題 也是當時 他在遇刺案當中指的那個圖表 他當時指什麼圖表呢 他當時指的就是非法移民 湧入到美國市場的人數 這項圖表 我們都很清楚 在川普任期以前 每個月有沒有非法移民 有 大概是5萬人左右 藉由美墨邊境 進入到美國市場當中 可是在拜登任期以後 我們看到 每個月大概是以20萬到30萬人的數字 忽然大幅的成長 對 當然跟民主黨左派政策有關 盡量都是以收容的方式 而且要等待法庭的審理 時間都會相對拉得比較長 所以川普現在的政策之一 有一個很直觀 那就是直接趕快封鎖邊境 直接封鎖了 而且實施美國歷史上 最大的驅逐計畫 那美國的財政營收要從哪裡來 這個時候壓力就會很大 但是共和黨始終認為 在供給經濟學當中 適度的降低稅率 是有利於刺激最後總體稅收的 我們舉例來說 共和黨最常侵詢的 叫做拉法爾曲線 這項曲線它的縱軸 是稅務的總營收 美國政府的稅收 橫軸是稅率 通常我們都會認為說 稅率越高 通常營收就越多 財政收入就越多 可是他認為 當你來到一個臨界點以後 稅收就會慢慢的變少 原因為何 你課的稅太多了 課到人家都不想消費了 最終你能夠收到的稅收 反而因此而減少 所以如果你適度的 降低自己的稅率 反而可以擴大消費 而是雖然你的稅率降低了 可是你擴大消費了 總而來看 你的稅收反而有可能會更多 這是共和黨它的供給學派 在實行當中我們看到的方向 再來是我們剛才所提到的 為了要維護歐洲和中東的和平 他必須要建立一套 很明顯的彈道的防禦系統 而且全部由美國製造 所以很多人認為 共和黨好像就是要放棄 整個歐洲市場 放棄對於亞太平衡的保護 但其實上並不是的 他只是說 我竟然花了這麼多時間 和精力保護你 那你應該要相對應的 給予我一些回饋這樣子 正由於在過去幾年 自由派 左派抬頭以後 我們看到像加州的林園購 像非法移民的問題 他的確讓很多中間選民 認為這種過左的政策 好像對自己不太有利 所以反而是保守派的抬頭 很有可能會主導本輪的大選 那就要看一下 很多時候我們講說 美國政治選舉 美國的總統大選 並不是說你有多喜歡一個候選人 你是多討厭另外一個候選人 所以這個時候也要觀察一下 民主黨會不會有 新一波政策的出爐 來觀察接下來對於經濟體制 財政狀況形成的影響 剛剛提供號代我們看到的是在 川普在這一次整個共和黨 他們推出的黨綱草案已經過關了 非常多的川市的一個風格 不過現在大家市場都普遍認為說 川普應該目前從現在來看 當選的機率是比較高 我們要請教湯老師 主要是因為他在這一次槍擊案 大家覺得完全展現了 美國英雄主義 但如果從民調來看 好像他的支持率 並沒有大幅度的拉伸 其實以目前川普43%來看的話 跟拜登的41%的支持率相比 其實他也只有贏兩個百分點而已 這次這個情況 大概可以這樣說 子彈是打到川普 可是打倒拜登 這個情況非常明顯 意思就是說現在川普變英雄了 可是你去看拜登 拜登好像不曉得在哪裡 這個媒體好像都 全部報導的都是川普 沒有在報拜登的狀況 所以說川普現在扶搖直上 那好了 那在這種情況下 那你拜登要怎麼辦 對 對不對 第一個要不要換人 現在好像這個月不談 但是他已經表明了 他會參選到底 他一直沒有說要退 可是底下的力量 就是說反他的力量 還一直在增長 那可是現在因為這個槍擊案 所以又沉寂下來了 那所以說過幾天 是不是會 這個案子又出來了 那很難說 那所以說現在的狀況 讓我們想到誰 讓我們想到李登輝 為什麼 就是說因為他 他現在要走偏風 而且要下猛藥 才有可能說 我挽回頹市 你說是不是這樣子 你說現在還幾個月 還剩四個月 四個月 那你要怎麼辦 所以一定要下猛藥 才有辦法 對啊 那你要下猛藥 你說現在猛藥在哪裡 那可能的一個狀況 就是我要刺激北京 我刺激北京 讓他那邊做出 比較強烈的反應 然後我們這邊 再從中餘力 這個就像李登輝的做法 那時候不是兩國論嗎 結果不是兩國論 就是那個時候 他講的特殊國與國 那結果他的選票過半 就把當時的台灣的情況 搞得很緊張 對不對 好 那現在你 如果說你要真的 走這條路的話 要刺激北京 那是要拿台灣出來嗎 那當然是台灣 那所以說就跟我們 又非常有關聯了 對不對 對 那意思就是說 好 我們現在再往回看一下 大概在五六月的時候 美方一直打一個議題叫什麼呢 這種關係的改善 那這個跟2758根本沒有關聯 可中方不是這個意思 中方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2758 所以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對 他的講法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了 那現在這個東西到底要怎麼辦 那當然美方一直在酝酿 一直在準備 那現在還有一個狀況是什麼呢 是在前幾天 大概一個禮拜不到 拜登又簽署了一個法案 法案是什麼呢 是說中國跟西藏之間 他們的這個問題 要用國際的方式來解決 意思就是說美方從來沒有承認 或是接受西藏 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他用國際的方式來解決 那就等於不認為西藏是屬於中國 對啊 這個是不是好像聽起來 跟這個2758是很有關聯性的 而且他裡面還有一句話 就這個拜登簽署法案裡面 還有一句話 他怎麼說的呢 他說這個中方要跟西藏 你們要在一個沒有前提的談判下 和平解決 這個東西你說跟這個台灣的 這個九二共識有沒有關聯 他好像就是在用這個方式來影射 說你台灣也不要什麼九二共識 那你就直接談判就好了 是不是有這種想法 是不是讓人家感覺到 有這種可能性 或是有這種想像的空間 那你搞這個幹什麼 這個才最近 沒多遠 這個幾個月前 跟這個一兩個禮拜以前的事情 好了 那你說這些總統這個情況 這樣把它兜在一起的話 那你拜登 你是不是到時候崩一下子 說好 我要打台灣盤 好 怎麼打 我都去他想好了 怎麼打 很簡單 因為他們以前已經在醞釀了 醞釀什麼呢 要提升AIT的地位 到類似大使館 美國在台協會的地位 在把它拉高 把它拉高 但是台美其實並沒有建交 台美沒有建交 因為AIT是屬於誰 AIT是屬於美國 美國的國務院 也就是說國務卿 可以決定所有AIT的人士 他不需要經過美國參議院的同意 那如果說你要當一個美國駐外大使的話 你必須要經過美國參議院的這個同意 才能夠外派 他等於是把他的層級拉高 對 雖然現在剛剛換了一個人 叫古利言 那可是呢 這一塊意思就是說 你現在還有四個月 你四個月 到時候 你如果說你美方 你都沒有什麼樣的特效藥 而你的這個拜登這邊也好 或者不管壞人也好 不壞人也好 你的這個情況如果說一直每況愈下的話 你要怎麼辦 所以很有可能 所以我說這個就是一個聯想的邏輯 意思就是說 如果真的他走上這條道路的話 那你說你北京你會不會有反應 一定會 一定有反應 就像上次一樣 對不對 那你不反應的話 你怎麼對內交代 雖然說你不要傷到台灣 可是你對內要交代 所以說這個目前 可能就是他們現在 都在盤算的一個特效藥的這種方式 不過在這次槍擊事件之後 其實八成以上的美國選民他們很擔心 就是不管是誰勝出 就是以後美國會不會有更多的 這個政治暴力的情況發生 這個已經從2021年 那個時候就有教授 有CIA 分裂的情況 對他們的這些內部的這些研究人員 就已經提出來了 提出來現在 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2021到現在 這段期間 美國的對立的情況 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對立的情況 就是說第一個你種族的 第二個是宗教的 你看譬如說以色列的這種情況 那還有就是貧富的 這個有錢的跟這個窮人的 之間的等等的這些問題 那再加上一個黑白的 那這些問題根本現在 短期間根本是無解的問題 那只是說看你這些政治人物 你是怎麼樣來對待 你像川普的話 他就煽風點火 那你拜登的話 那你就急忙救火 那意思就是說一個是要拉高 一個是要拉低 那這個就要看 那現在可是川普的 他的聲勢就比較高 因為你看他全國代表大會 那裡面有幾個 就是他們找來的一般民眾 他們講話的那個態度 是說你現在的日子太難過了 我們要換人 就是這種氣氛的高漲 那所以我說在這種情況下 那我們要看到 可能他們會在美國的這個情況 會越雲越烈 剛剛老師在我們看到 以目前這個川普 聲勢高漲的情況之下 拜登要挽救 比較低迷的這個選情的話 很有可能就打出台灣牌 那麼甚至有可能 以刺激中國大陸 這樣的一個方式 不過我們說到中國 對外當然要面臨 美國的一個問題 那麼對內他們經濟 依舊是面臨很大的一個挑戰 三中全會 我們請教朱老師 這個現在經濟改革 還是重點 不過以現在外資 他們在直接投資 中國的一個情況 真的是每況愈下 而且以今年1到6月的話 減少幅度已經是將近三成了 沒有錯 我們在昨天討論到 中國的GDP的數字 說4.7看起來已經就不好了 但是如果你仔細看裡面 還有貓膩告訴你說 實際上可能更差 它是碰碰的 對 好 那其中大家了解到 中國整個GDP的組成當中 最重要項目是什麼 就是投資項 我去查了一下 今年它的佔比 大概是40% 就是整個投資 如果是消費的話是38% 因為我們一般都講說 中國人很多一定消費比較多 事實上沒有 投資對他們的GDP影響才最大的 問題是這個數字 在去年是43% 不就在告訴你 整個投資在減少 當然投資包含了很多的面向 其中很重要就是外資的部分 就剛剛斐宜講到了 你看到 今年上半年年減29% 這是個多可怕的數字 當然他們自己很清楚 也趕快動作 所以你看直接最上層的發改委 告訴你到上海到陝西 他們主要是到西安去 就直接找到你當地的這些外國外資 而且一對一 很有誠意 一個一個 你有什麼問題 你當場跟我講 而且我是從政府高次 還不是地方官員 看起來非常非常有誠意 不就在告訴你 他們在緊張 而且最新的消息 這兩個地方去完之後 他們現在轉進蘇州 也是外資的大本營 所以不就在告訴你 他們真的很緊張 原因就是在於 剛剛講到的這個數據 好 問題是 人家如果今天真的覺得 你這邊有錢賺 我為什麼要走 顯然就是覺得你有問題了 什麼問題 尤其你可以看到科技業 這不用多說 我們都知道 因為美中的衝突 美國開始對中國的科技業 做各種限制 除此之外 比較全面性的 大概就是中國的競爭力 再往下掉 再來 你的勞動成本 也沒有那麼高了 大家注意 你看到中國一般的 我們就不要說白領 就藍領階級 你覺得他們一個月薪水 四 五千塊人民幣 好像不多 可是不要忘了 中國的薪水 不能只看這個數字 他們還有所謂的五險一金 就是社會保險的部分 那個數字 大概就跟你的薪水 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假設 月薪四千塊人民幣 請一個人 你對你還要付四千塊 所以你一個人的成本是八千 那你覺得會比台灣便宜嗎 你就知道問題就在這裡 所以這個都是大的問題 而且再來 你以前高速成長 你現在雖然還有在成長 可是我們剛剛就說了 你的成長數字 其實有點灌水了吧 所以這些問題 當然最重要還是政治風險 所以大家當然要走 所以對外資來說是這些問題 就算你今天要做內需消費的 你中國三不五十對特定的產業 搞一些法系 比如說我們比較熟知過去幾年 補教業 娛樂業 遊戲產業 尤其是線商產業 動不動一大堆的設限 我如果兼外資我進去參與你這些產業 結果你突然又來了這些限制 那我怎麼辦 這是大問題 所以很多企業當然覺得我決定出走 所以你看這是台商 勇家傑的董事長許宙明他就說 他們過去在東莞 其實他說太多人都已經離開了 尤其他也知道 東莞是台商的大本營 對 我就特別去查了一下數字 以東莞台商協會的數據來說 他們說到目前為止 在東莞的台商大概是3800多個 可是告報數多少 是7500 那不就是符合這邊所說的 已經對半砍了 真的就是對半砍了 所以東莞就很緊張 我們剛剛前面對其他外商 針對台商的部分 你特別去看到 國台辦 你看又是很高層的 直接出來跟你講 不要走 不要走 我們現在幫你成立了一個叫 管台高新產業園區 白話來說 就是類似我們台灣的科學園區 高就是高科技 新就是新創 我特地幫你台商量身地質 這樣一個地方 你趕快回來吧 告訴你台商 趕快東莞是你的足夢福地 永遠很好聽 而且不是只有東莞這麼做 泉州也都在做類似的事情 就是告訴你趕快回來 溫馨喊話台商 趕快回答我投資 而且今天最新的消息 也跟你說台商如果你要做大 就只能在中國 我不經就問好 那台積電也沒有在中國 台積電這麼大 那你要怎麼說呢 好 這個我們就不多講 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本來看起來都很好 可是問題是 今天他又重生這一條 他其實這是七月初就已經講了 結果今天國台辦又再講了一次 那你不就自相矛盾嗎 我本來聽你在講 我好像好想去了 結果你又跟我說 來 你都跟我在講這個台獨 這個二十二條 拿了胡蘿蔔之後下面就是棍子 對 那這就問題大了 因為好 你這些所謂的二十二條意見 我到底有沒有踩到紅線 是你說了算 不是我自我感覺 對 因為是他們認定的 對 所以這就問題吧 我們就不要說台商了 很多的外資乃至於中國當地企業 是不是都會聘很多台灣的人 那如果今天有某個台灣的員工 踩到紅線 那你說我企業怎麼辦 最重死心 對 我會不會被連坐 我會不會我也不要說被連坐 我會惹麻煩到時候 你也查到我 所以現在很多的外器 開始跟你說 我不要台灣民眾了 可是以前 大家為什麼喜歡用台灣人 因為是一個很好的溝通橋樑 對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基本上台灣 對 跟中國我同文同首講 一樣的語言 我很容易藉由 尤其台灣人是相對比較容易溝透的 所以很多外器喜歡聘台灣人 可是你現在這一搞外器 就算我想留在那裡 我也不敢聘台灣人 那更不要說台灣人誰還敢去 這都是大問題 可是就是有不信邪的 你中國現在越這樣子 那我正好要利用這個時間 跟你怎麼樣 書誠說 其實我也是很知情你的 所以你看 有些美國企業在三中全會 在中國三中全會18號結束 他說結束之後 我就要去訪問北京 做什麼 我要直接了解 到底你們這一次 談了些什麼東西 你的重點是什麼 我不要透過別人 北京當局直接跟我講 有誰要去 你看 高盛 星巴克 都是美國的大企業 對 都是美國的大企業 而且還不是只有這些 裡面有好幾十家 都是知名的大企業 說穿的 我還是很在意中國市場 好 所以你看到整個對外 外商是這個 可是最大的問題還是 中國自己內部 尤其是中國現在 總歸一句話就叫做缺錢 什麼都不用講 就是缺錢 因為你看這些動作 我看到這個我也嚇一跳 警稅合作作戰中心 作戰中心 這是什麼單位 警察不用多說了 稅就是查稅的 我現在開始要追稅嗎 查稅 對 所以警察跟稅捐單位 合在一起 天啊 你今天你在那邊做生意的 你會被批批刷 一定會的嘛 好 所以這個查稅問題 尤其他說倒查三十年 有實際的例子可以說 無論我真的查到怎麼辦 你看早在二零一四年 就有這些事情發生 不是現在 誰 而且這個硬碟的大廠SeaGate 他當年就被查到 要求被補十五億的稅 早二零五億人民幣 獎定了 結果SeaGate說 我不玩了 我要把廠房全部都丟給你 我沒玩 我去泰國 與其要繳這樣的稅 乾脆就扔下就算了 我繳了以後我真的比較好 沒有嘛 那也就算了 失業救濟金還有在追討的 什麼地方 生菌 他說什麼 哎呀 我因為我 說出來就是沒有錢的嘛 而且跟你說 追回的理由是因為 你已經找到工作了 這不是廢話 找到工作之後 就把救濟金要回來 那不是很奇怪 已經完全超出 我的想像的事情 甚至你看 還有這個主動跟你說 如果你是為了 申請失業救濟金 你不用登記 你也可以申請 所以我就直接幫你取消了 結果這個網友直接去查 真的被取消了 那表示你根本就領不到 為什麼 他要調低失業數據 你看到這是個多糟糕的事情 所以你在看到 現在這個查稅的事情 查薪資的事情 已經到香港都在做這件事情了 這個我今天要來上節目之前 我還接到香港媒體的 在訪問我這件事情 他們也很緊張 因為你看這些大企業 很多員工都在被追討薪資 而且是前幾年的 對 這都在告訴你 不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兩個字本就叫缺錢 所以你看到問題是 現在他們自己的官媒 還在完全不承認他們做錯事情 也不知道他們到底錯在哪裡 要請到朱老師這一次他們喊出的這個新的口號 不能食揚不化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不要學外國人怎麼樣 我們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做法嘛 所以你看說不能照操照班 問題是你現在做法如果好的話 你會有現在這些問題嗎 對 那這就是結論所在 好 剛剛朱老師 但我們看到的是在中國 現在面臨的這個經濟困境 其實不只是中國大陸如此 我們說到在多年以來 日本他們面臨到包括少子化 以及經濟成長趨緩的一個問題 很多中小企業其實都失去了競爭力 我們要請教陳彥 在過去這些在日本的中小企業 他可以靠著他們利息很低嘛 我就借錢借貸來度日 但是日本政府現在不願意接受了 他要讓這些僵尸企業 就直接放在他倒閉 好 因為日本的長期的 我們講退化也好 或是進入通縮的環境也好 我們有看到這個大企業跨國企業 它是有國際競爭力的 它可以靠匯率的優勢拼出口 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我想問一下中小企業怎麼辦 中小企業我沒有辦法靠出口 來增加我的收入 這個時候低利率 其實你也可以講 那個利率低到 其實我們可能很難想像 甚至有很多銀行 他甚至拜託中小企業借錢 反正你只要借薪 你就能還救 他就靠著這樣一直撐下去 但為什麼現在殭屍企業 開始會出問題了 因為我們發現匯率比之前更弱 好 這是第一個 那大的企業 它還是能夠靠出口的成長 來增加他們的營運 可是這個進口通膨的問題 其實已經讓這些中小企業 已經開始出狀況了 而且我推估 其實很有可能日本央行 是不是已經開始準備 要讓它的匯率產生一些變化 也就是說有沒有可能他要升職 如果升息的話 升息 升職 那對這些企業來講 第一槍只要開下去 絕對重擊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辦法 像你剛才講到這個低利率 借錢過日子 就過不下去了 所以是不是在出事之前 我得先解決 所以我真的預判 有可能要開始開槍了 而且讓這些勞動力 可以流到這個生產力 比較高的一些大企業 所以現在日本政府先做一件事 重組 併購 甚至讓它倒閉 先趕快做這件事情 先做 所以我認為這件事做完 應該就會開始升息了 那勞動力你是不是就可以開始 趁這個機會 開始有些流動 因為現在殭屍企業真的太多 去年有25.1萬家 25.1萬家的殭屍企業 沒有錯 這個數字就是這麼高 那現階段來講 因為坦白說 殭屍企業如果能夠解決 還可以解決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其實目前缺工是嚴重的 對 那反正我在 雖然我知道 我的企業是殭屍企業 那我就當殭屍 反正有新水嶺 有什麼不好 所以他現在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就缺工的問題 那怎麼辦 我讓勞動力來流動 所以這些問題應該能夠解決 所以通膨破產的見數 越來越高 其實勢必要調整 因為目前來講 我們看到最近 日本內閣官房的長官林方正 他在講 對媒體講 其實過去前一段時間 我覺得日本的政府官員 其實對貨幣政策的部分 都沒有很積極的表態 他們並沒有一些很明確的作為 但是現在感覺好像一直要去干預了 沒錯 你看我剛剛講的這件事情 再加上這個路透的報導 你看他花多少可能要動 這個花費了超過2兆的日圓來干預 那初估的這個支出金額 可能將近6兆 他在幹嘛 你不要再貶了 因為你一直貶下去 產生的問題 不光只是殭屍企業的問題 現在日圓狂貶的影響 日本的日常進口通膨實在太嚴重了 你看燒肉店 這樣如果這個倒閉到日本不吃那個燒肉 怎麼這不過癮對不對 食用肉的價格到底漲多少 美國牛是漲了1.5倍 然後豬肉是漲了四成 那批發價也大漲 創了47年來的新高 甚至這個牛洞屋 這個松屋 這很知名的牛洞品牌 其實過去他們強調就是 就是比較平民的價格 我看這價格真的是滿平民的 你看它82塊 但是主要是因為 台幣強的關係 但是換算台幣就82 然後變88 現在還有所謂的夜間加成 跟那個 台幣百元有找 那個機場接送一樣 漲到94 可是還是不過不多 可是這個夜間加成的目的是什麼 讓大家知道它的壓力 可是對比之下 我們就發現說日本的問題好像很嚴重 對 因為早期我們也是看很多日本片 日劇 比如說灌籃高手 灌籃高手 這類的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現在好像 現在都看韓劇 我其實每次在刷手機的時候 我都不太再去點那個日劇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也有這種改變 我會去看韓劇 韓流的影響力真的很大 它在全世界的影響越來越大 全球韓流市場到2030年規模是1980億美金 美金 所以大量的用戶在追韓劇 所以你會對它的美食化妝品 你就會有一種感覺 包括幾個知名的劇 我就講Netflix投資了幾個 最知名的就魷魚遊戲 魷魚遊戲裡面的那個什麼 碰糖 但是我感受最強烈的是什麼 非常律師與英語這部戲 因為這樣 我知道它有紫菜飯卷 我就一直去找哪裡有紫菜飯卷 紫菜飯卷好吃 台灣很多地方在賣 而且我不要日式的 我一定要韓式的 這個才是重要 所以你看這種韓劇所帶來的文化 真的非常非常的驚人 可以帶動他們的化妝品 美食 流行音樂 整個都帶動起來 那這個也是南韓 非常重要的一個武器 它在那個氣球裡面 就放那個有韓劇的隨身碟 然後就空飄 飄到北韓對不對 好 隨身碟掉下來 我就可以看 我就可以看 就可以看韓劇 你就會覺得說 原來南韓是這樣 這麼進步 那我在北韓 我就想要拖北了 可是當然 這個有人看了之後遭遇到 這個很嚴重的一個 一個這個處決 因為看韓劇 真的 這個其實蠻嚴重 年輕人 他就會想好奇 但是確實 如果你今天在海外 你要接觸到韓國 南韓文化的機會比較大 所以像這個古巴大使 最後也決定怎麼樣 就是投城 這個叫投城對不對 對 也決定拖北 所以你就會發現 寒流的影響力 是真的很大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要稍後來看到 其實現在在台灣 很多的企業老闆 不惜砸重金 也要養球 對是什麼原因 我們稍後來了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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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